我拿給他嗎 我們不查 我拿給他 有了 有了 你在說事情有了 我們看他一起 醫院外圍著一群警察 原來有一名男子 凌晨不斷叫囂 罵粗話 他在說什麼 他不抓 他中間抓得很困難 你在說事情 就不會再有事情 情緒失控 無法溝通 男子甚至一路衝進警衛庭 大吼大叫 警方獲報後 立刻到場 什麼時候 我沒有罪 老闆試試看 我可以做罪 我現在酒醉了嗎 我可以 就任何一個地方站著 不回去都沒關係 當時兩名男子 就在大馬路上大吼大叫 其中一名最男孩 一路想要衝到警衛室 闖進醫院 結果被警衛當場攔得下來 26號凌晨 台北內湖三總外 一名男子和最難是客戶關係 沒想到酒後客戶不想回家 開始叫囂攻擊 最後被警方制止送回家 你們準備好的時候 叫我們回家 所有人都OK OK嗎 在村內有沒有 我現在都已經休息了 各位的 上輪跑的 指定很後悔 他地址很後悔 他就是拿固執要打什麼 喝醉了 他朋友打我 當中西洋要跑進去醫院裡 回來 雙方疑似私人糾紛 再加上酒後失控 一路從馬路炒到醫院外 所見警方即時到場 沒有讓最難衝進去影響到病患安寧 記者陳建安領域軍 台北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